10日大S被禁周刊爆出 之前和汪小菲的婚姻中 不只流产过一次的新闻 她也透过律师发出声明稿 证实了这个消息 并提及了两次流产的时间点 内容写着 徐熙原女士确实于2011年3月18日 因妇中胎儿死亡 必须经由手术终止认识 而4天后的三亚婚礼 大S无法出面接受媒体采访的原因 是因为失去孩子的痛苦 让身心受到严重煎熬 对此也请当年菲王三亚 参加婚礼的媒体好友们见谅 而大S第二次面临将失去宝宝的时间点 是在2018年4月2日 大S到妇产科回诊 发现腹中胚胎萎缩 并于同年4月20日进行流产手术 而前一天4月19日 刚好是幸福三重奏 节目前来台北拍摄 手术过后她也在4月27日 飞往北京录制第一期内容 所以大家看到播出视频中 大S的身心状态不佳 是因为刚流产完7天 就去工作 已经尽了最大努力 配合节目拍摄 但内心的痛却难以形容 近周刊也报导 大S当时为了汪小飞 在中国大陆的形象和餐厅生意 试图帮她建立好丈夫的人设 不过后来离婚后 却被张岚母子指控 2180年就何懼懼念出轨等等 身边的人也对这样的行为感到荒谬 而律师表示 在母亲节前夕 媒体提及过往流产的报导 徐晰元女士有深刻的哀痛 担心报导会引起相同经验的女性朋友 创伤反应 因此特别透过文字表达 互相鼓励与支持 大S也说自己现在的生活很简单 也很享受目前甜胆 踏实的幸福 而今日周刊报导的出处来源 并非来自大S工作室 发此声明只是不希望大家已而传而 更希望所有的母亲 尤其尽力 丧子之痛的母亲 母亲节快乐 最后也强调 我们或许做得还不完美 但真的很努力了 隋文也附上自己的就义记录 还有拍摄幸福三重奏的时间表 声明稿一出也登上微博热搜 许多粉丝也心惨她的遭遇 在网上引起热议